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揭开富朋在汇丰银行闭门分享会上发表的年终总结演讲的神秘面纱 这场演讲不仅引爆了财经圈 还掀起了一场名为汇丰风波的轰动事件 他究竟讲了什么让人如此关注 富朋以其幽默的方式深入剖析了五大核心亮点 首先他挑战了关于利率与贫富差距的传统认知 指出利率越低实则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 接着他仅是储蓄率的上升并不等于经济健康 反而可能是经济活力不足的信号 此外他冷静分析了资本流动性问题 强调资本不会因为便宜而回流 并用幽默的家庭角色比喻探讨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最后他对市场的过度乐观提出了理性警告 提醒投资者需冷静分析形式 富朋的演讲不仅直击经济痛点 还凭借独特视角和幽默风格 让复杂话题变得生动有趣 而汇丰银行的突发事件 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演讲的影响力 形成了经济洞察与舆论漩涡的完美结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富朋的年终总结演讲为何引爆财经圈 他到底讲了什么 核心五亮点 华尔街电视特约记者郑天华特别报道 2024年11月24日 在汇丰银行的一场闭门分享会上 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富朋发表了题为 2024年年终回顾和2025年展望对冲风险VS软着陆的演讲 这场演讲不仅直击当下经济的核心问题 还用其一贯幽默的风格 让复杂的经济学话题变得妙趣横生 但这次演讲的影响远不止于经济学圈 随后引发的一场汇丰风波 更让富朋一夜之间登上财经新闻的头条 那么他到底讲了什么 又为什么引发了如此大的反响 核心亮点一 利率与贫富差距的矛盾关系 富朋一开场就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 利率水平与贫富差距之间存在深刻关联 他直言利率越低贫富差距越大 利率越高贫富差距越小 这种颠覆常规认知的论调 让现场观众眼前一亮 他进一步解释 当前全球普遍低利率的环境表面上 是为了刺激经济 但实际上却可能加剧社会财富的不平等 因为资产持有者 如房地产和股票投资者 受益最大 而依靠劳动收入的人群反而被边缘化 核心亮点二 储蓄增长的伪繁荣 富朋特别指出 近年来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并不代表经济健康 相反 这反映了居民和企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他举例说道 大家不消费 企业不投资 储蓄越多 反而越说明经济缺乏活力 他将这一现象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的失去的十年相比较 警告说中国当前也面临类似的风险 如果资金无法进入高效能领域 经济增长就会逐渐放缓 甚至陷入长期停滞 核心亮点三资本不会因为便宜而回流 针对当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或降息的关注 傅蓄冷静地指出 资本的流动性并非取决于利率的高低 而是资产的未来预期回报率 他强调 如果国内资产的未来预期回报率不高 即使再便宜 资本也不会回来 他用国内外债券收益率差距举例 当前中国债券收益率仅为2.1% 而美债收益率高达4%以上 这种巨大利差正在加速资金外流 这一论点提醒投资者 不要对外部利率政策报过高期待 而应更多关注国内经济内生动力的培育 核心亮点四 幽默比喻背后的深意 除了深刻的经济分析 傅蓬的演讲也以幽默和机智见长 他用家庭角色比喻来解释政治和经济中的平衡问题 他说家庭中女生天生是右翼 注重稳定和规则 而男生如果是左翼 强调变革和探索 这样的家庭往往更和谐 傅蓬还提到 他计划将儿子送到日本读书 与传统贵族家庭联姻 从而参与日本存量财富的再分配 他把这种策略系称为 用社交资本创造经济资本 并将其与巴菲特的投资策略类比 这种高端且接地气的分享引发了现场的真正笑声 也让观众重新思考财富分配和社会流动的方式 核心亮点五 警惕市场的过度乐观 对于当前市场上充斥的乐观声音 傅蓬表现得格外冷静 他提醒投资者 六千点不是梦 一万点刚起步 这种话可能更多是讲给散户听的 真正理性的投资者 需要学会冷静分析 而不是盲目追掌 这番话无意为当下的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尤其是在市场动荡的环境下 更需理性决策 为何反响如此强烈 一 直击痛点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深刻剖析 傅蓬的演讲不回避问题 直接指出了当前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 和资本流动性低下的深层次矛盾 这种直面问题的态度正是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期待的 二 独特视角与幽默风格 从利率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到日本的财富在分配策略 傅蓬的观点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 他的比喻和幽默化解了枯燥经济话题的无聊 同时激发了听众的共鸣 三 汇丰风波的放大效应 就在演讲结束后 汇丰银行取消了相关活动 并声称傅蓬因监管约谈无法出席 这一说法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而傅蓬则通过朋友圈强烈否认 并发出律师函要求汇丰道歉 这场争议不仅让傅蓬的观点更加受到关注 也使公众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产生了质疑 结语一场经济洞察与舆论漩涡的完美结合 傅蓬的这场演讲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 都堪称一次成功的财经公开课 他用理性与幽默为观众剖析了复杂的经济现象 同时也借助争议事件进一步提升了影响力 在2024年这个充满挑战的年尾 傅蓬的演讲不仅为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了决策参考 也为社会打开了一扇重新思考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的窗口 华尔街电视特约记者郑天华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